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鱼醉》 长书新原著 光合积木之字 起点中文网 喜马拉雅 联合荣誉出品 第五百二十集 要的就是这效果 鱼醉冷静下来了 脚慢慢地伸出来 勾着勾着 把一个平嘴勾了过来 捏到了手里 磕了磕 满是尖刺 第一把武器到手了 砰砰砰 撞门声越来越大 撞开了好宽一条缝 从这个缝里 已经能够看到 躲在窗台后死角的鱼醉 撞门时撇到鱼醉的 是一个干瘦脸长的男子 他拔着枪 朝着角落里的鱼醉瞄准 如此近的距离 想跑也难 不料鱼醉四肢着地 磨得起身就跑 一跑 门缝挡着手 就不那么灵活了 那个人手伸了伸 想拐个角度开枪 却不料拐弯的鱼醉 磨得回身 鱼醉一个甩手 绝招出来了 那个人的手一疼 一缩一惨叫 缩回来的手 被扎得血淋淋 鼓鼓地流着血 火了 他不管不顾 伸手进去就碰碰连着开枪 窝户边上也再伸着手 碰碰开个枪 可已经无济于事了 一击得手 马上顿去的鱼醉 已经钻到楼梯后了 虽然子弹就在身边乍响 虽然对着两个枪口 此时的鱼醉却觉得心里越来越清晰和冷静 他知道 这个时候 哪怕一丁点的慌乱 都会把自己的小命搭上 想要老子命 想得没 鱼醉听到混蛋家的声音时 磨得又像地老鼠一样钻出来了 门口那人一下 反而惊恐地躲开了几步 鱼醉的目标可不是他 而是那个酒柜 拉着跪边 一使劲 看看又往茶几和沙发后面加了一道保险 一眨眼 鱼醉又钻回去了 门外的气找了 没想到对付一个没有武器的人也这么难 两人这回合力 一起开始撞 那道门被撞得摇摇欲坠 就算后面有着的东西再多 也快撞开了一条进人的空间 十几秒钟的时间 足够鱼醉再下酒窍找足够的武器了 他抱了一落酒瓶子 从窍口露头了 伸手 手榴弹针出去 酒和碎玻璃片炸了一片 那个人一伸手开枪 他脑袋马上缩回去了 刚一斜 逛逛逛逛 玩插花飞瓶子似的 踢后不断地往外扔着瓶子 转头是相当好啊 都在门缝左右 七八个酒瓶子碎了一地 壮门的被飞溅的酒水和玻璃片 搞得狼狈不堪 这跟玩杂技一样 你就不知道他要从哪个角度出来 哎 不对 停下了 手上受伤的那个领教过里面那个人的难缠了 他在嗅到浓重的酒味时 看到脚下已经阴阴湿了 隐隐地 一丝对危险的惶恐爬上心头 嗖的一声 又一个瓶子飞出来了 漂亮的瓶身带着一朵鲜艳如花的火苗 于醉点着烟 坏笑上脸了 可把那个人吓坏了 快跑 完了 一下子红白酒叶 被沾到的火苗引燃 轰得从厅门平地而起 一堆绚烂的火焰 夹杂着两个人的惨叫 那两个人溅了满身的酒 被点成了火影 惨叫着打着滚 落下台阶 然后继续打滚 再滚不灭时 有一个直接带着一屁股火苗 忽通一声跳进了游泳池 另一个也是集中生智 慌不择路地往游泳池里跳 好绚烂的火焰 两个人爬出泳池 看着门厅越来越大的火焰 知道这是功亏一篑了 相视了一眼 齐齐爬出来 这个时候 听到了凄厉的警报声 两个人不敢再开车了 翻过矮墙 撒丫子 顺着别墅的后路溜 此时 12点05分 飞池道场的特警组织灭火 这个难度不大 游泳池的水就是现成呢 车上也有灭火器 火势刚小 移开了沙发和酒柜 几位特警就冲进了别墅 寻找目标 溜了 只留下了一个躲在卫生间 瑟瑟发抖的小保姆 现场找到了一支仿六四式手枪 激发过 房间里弹洞 血迹有多处 没有找到目标和开枪嫌疑人 应该是听到警报下跑了 我们正在组织搜索 留下的这个叫沈小梅 是温蓝的小保姆 据他说 是一个叫小二的先来 在这待了近一个小时 准备走时 遭到了两个枪手的追杀 保护好现场 后续队员马上就到场了 是 史清淮关了视频通话 回头时 肖梦奇脸上的惊讶 还是没有消退 史清淮却是忧心忡忡地 看了他一眼 这家伙搞的动静 比那群劫匪可一点也不小啊 鼠标一看着暴力场面 反而来精神了 嘚瑟道 没事 我敢肯定 这把火是云放的 这件人被人追杀不是一次了 想当年最凶的时候 我们隔壁理工大的 二十多个人埋伏在路边揍他 他都能跑回来 这么拽 那受伤了没有 怎么可能不受伤 被揍得鼻青脸肿 跟猪八蟹兄弟一样了 不过对方更惨 六个住院四个开瓢 那后来呢 能怎么样 即便他就是受害者 最后还不照样得他爸 赔人家医药费 凭这么样图个球呢 我都看开了 这件人多聪明个人 就是看不开 鼠标笑着道 笑里多了一份无奈 看这情况 余罪应该没事 可同样是这情况 反倒让鼠标觉得 这事情完全没必要这样 早归队不就屁事都没有了吗 可能都听懂了这句话 于是士气又一次低落下来了 史清怀黯然道 在我们这个位置 讨论社会的公平和公正 没有什么意义 但我们的付出 总会有意义的 他一直在追寻真相 我想 我们做点什么吧 怎么做 深港仅四星以上的酒店 就有数百家 经销商来自全国各地 本次国际车展参展的 一百多家生产商和销售商 初步估计 要有五十万人次以上的课流量 相比虚拟大学成的谋财害命 我倒觉得对有钱的经销商下手 更像他们的风格 难道除了蓝战一 温蓝 还有人 或者是 温蓝也是个棋子 哎哟 那可要了亲命了 那这个事怎么碰 如果他们选择一个经销商下手 怎么样做得天衣无缝呢 现在时间是十二点二十分 鱼罪说他们已经得手了 这中间似乎有个疑点啊 以他们以往作案的风格 会考虑得很周全 难道他们考虑不到 如果蓝战一出事 赌持资金被洗 操盘人被杀 温蓝马上就会成为重点嫌疑目标 这种事件 仍然留在深港继续作案 危险细数可就无限放大了 除非温蓝不知道赌持出事 也不对啊 除了蓝战一 能知道的就是他了 后面的先别想 如果正在实施 或者已经完成 他们会怎么样离开 在哪能捕捉他们呢 肖孟奇提了现实的问题 这个不好办 目标选择随机 又分散居住在不同的酒店 对于他们可以直达目标 而对于警察的防控 却是无从下手了 我有办法 通知他们全部离开 咱们这样 李梅说着 嘴巴没有手指块 很快地拟成了一条信息 是这样的口吻 国际车展参展某国的某公司 将于今日13时 正式发布新款概念车型 敬请光临 李梅解释道 来看车展 当然要看车型和著名企业风向了 而且车队这些人的诱惑 肯定是无法阻挡的 怎么样 李梅看着两位领队 这不是正常渠道 恐怕得办成车展方 技术上没问题 但作为警察撒这个谎 似乎操守就有点问题了 干吧 把参展各警销商名录找出来 全部通知 这个情况 只会车展安保部门 史清怀沉声道 一点犹豫也没有 不过这只是一个 聊胜于无的法子 真要找到那些 已经汇入人海的劫匪 何其难言 滴滴滴几声按密码的声音 无线pose机显示着交易成功 引天保笑了 金额三百万整 又刷一次 连几十万的零头也没放过 此时身处的地方 是卫生间 玻璃浴缸里 手背负着 缩在角落的一个中年男子 被包得只剩一条裤衩了 真是防不胜防啊 这么高档的酒店 居然也有劫匪 而且是个美女劫匪 还伴着车展方来送邀请函 一不小心就中招了 有人提提他 他紧张地瞥眼 那个小个子恶狠狠地问着 想死还是想活 大爷 钱都给你们了 宁就留着吧 我多挣点 下回你们再讲 总得让我们安全走啊 你说是不 对对 应该的 应该的 这样就好 接下来我们会给你打一针安定 你要同意呢 我们就温柔地让你休息几个小时 你要不同意呢 我们就粗暴地让你昏睡几个小时 你同意吗 这还有选择吗 老板想着刚才的拳打脚踢 战施的玉金蒙面 逼问密码 还拿着刀 威胁要削你的小弟弟的种种手段 他颓然道 还是温柔点吧 这样就好 尹天宝笑着掏出真迹 那两个人一个摁人 一个无嘴 在受害人可怜兮兮的哀求眼光中 一针管子药剂 推进了他胳膊上的动脉 片刻 又一个身家不菲的老板头一歪 昏迷了 这个活分工相当有条理 阿飞在清除着痕迹 龙仔在把受害人放平 那样呼吸不会受阻 谋财可以 害命不行 这是当初蓝爷就定下的规矩 平平稳稳干了几年 大家已经相当认可了 收拾妥当 尹天宝已经站在浴室的镜子前 换上西装了 他扣了发套 戴了一副茶色的眼镜 这个形象和进酒店的时候已经迥然不同 阿飞扣着棒球帽 龙仔贴着脸膜 躲开监控的必要措施还是要有的 最起码将来受害人讲出来的相貌 将不会再出现 多人小说剧 鱼醉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